好,现在跟大家开始讲课好。 彭医生这个电脑又有一块黑的。 现在跟大家讲课了, 现在今天讲我们讲足哨音胆机, 足哨音胆机就是我们……等一下我把它调到最大的。 等一下。 好。 陈医生您能把那个图片 对对 现在很好 谢谢 现在我们讲了逐少阴胆经 逐少阴胆经的话 就是逐少阴胆经 取于我们的眼角外侧的童子标 童子疗穴 其经脉主意分布于两条路线 其中一条支线在体外行走 第二 并后交交叉 循环于我们的头部两侧 绕过耳后 行至我们肩部上方 再沿着胸骨侧部 一直旋行到盆骨旁 旋行到盆骨旁 旋行到大腿及小腿部 再沿着我们脚面 直达到直达我们的脚之间 另一只类就是 层着我们进入面 面颊内侧 通过颈部 及胸部 直达我们的胆 打于我们的胆 下行于小腹部 与其他之外 连接起来 主要之类是 我们主要是 头痛啊 目巡啊 这一类的 头目 耳啊 神指倾吐啊 这些啊 主要就是我们的 这个有口肝啊 虐疾啊 头痛啊 额痛啊 下肢 痴痛啊 肚肺疼痛啊 去发热啊 主于少阴胆经呢 它有一个 有一个歌诀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歌诀 这个歌诀呢 就是主少阴胆经 歌诀 主少阴 少阴经 起于我们同子聊 四十四个穴位 君记牢 听会丧额 念念间 旋如旋 旋如旋礼 须兵分 绿谷天冲 浮白字 巧 就是我也不大家念了 就是大家可以 看看这个歌诀 大家可以记记 第一个穴位呢 就是我们的同子聊 同子聊呢 主要是有 轻热 消肿 善于止痛 去风 明目 组织呢 就是我们头痛啊 目巡啊 口眼歪斜啊 目视肿痛啊 阴风流泪啊 等一些 一些疾病 主要事物模糊啊 三三层疾痛啊 青少年势力啊 青少年势力啊 一般的我们选择点四 点四法 和那个 楼法 点四法呢 就是说按点的话 一般的话 我们直测啊 0.5 0.5 到 啊 一般是0.3 到0.5 啊 之间 啊 就是说 那个 针灸 那个方法 那个方法呢 啊 就是 灸法呢 我们就是 地方不能灸 啊 就 精确定位 就在我们面部啊 就是我们那个 外侧啊 这个外侧啊 旁开 0.5 吨 就是 一个凹陷处 就是我们这个 虫子疗 虫子疗穴位 有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开窍于我们的耳 正干吸风 轻热泄火 组织的头痛啊 熏晕啊 牙痛啊 口眼歪斜啊 耳鸣啊 耳聋啊 按摩手法是我们的点按法 推揉 推揉法 一般一般的话 我们的直刺的话是0.5到1寸 局部会出现一些上冬啊 可以放置到望耳侧 侧卧啊 一般的话 清确体位也是在我们面部 在我们的这个船 啊 船宫上缘 有一个凹陷处 就三秒就取悦就当做 就是正座啊 去耳屏障啊 就是前 啊 就是摸到我们的耳耳朵啊 耳朵的啊 上 就船骨啊 船宫上 凹陷处就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的三秒钟取悦 在第四个穴位呢 就是 啊 含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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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颜穴里有清 清热开窍 平肝西风的一个功 通 通 通 落 止痛 乳之类 头痛啊 目熏啊 偏头痛啊 颈向痛啊 耳鸣耳聋啊 癫痫啊 啊 啊 按摩手法 一般我们选的点按法 啊 推法 啊 瓶刺 啊 瓶刺 黑巴士 瓶刺啊 零 零点 啊 零点三到零点五寸 啊 局部 出现那个双 双 双痛啊 双痛啊 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穴位 右不一会儿正ып之类 啊 主要 啊 而 точно 啊 层 着 performing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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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th able 啊 啊 疤疲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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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 啊 一般了 啊 啊 一般 啊 我们 是点 ern 懂 啊 啊 這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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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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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яя 写写定位也是在我们头部 就是我们现在找到我们的那个头围穴 那个我们的曲冰穴的 连线的一个弧线 上四分之一和下三分之一交 四分之三的交际处 就是我们的寒颜穴 就是说三秒钟曲穴 三秒钟曲穴 我们先到头围和曲冰穴 两个是连线的上四分之一 就是我们的这个寒冰穴 寒颜穴 第五个穴位是玄颅 玄颅的话也是我们的清热消肿 破肠开肖 善于止痛 主制也是偏头痛 目视红肿 鼻炎 牙痛 生热 神经一些衰落的症 都可以用的 一般的话点按法和推法 一般的话我们都是平次 0.5到0.8寸 局部出现伤痛 一般爱揪的话是爱调揪 一般都5到10分钟 精确定位的话也是在我们头部 我们刚才讲的要找到头围穴和曲冰穴的连线 浮线的终点 就是我们这个玄颅穴 上面取穴的话也是要找到这两个穴位 在终点 这个两个穴位的终点 就是我们的旋 就是我们的旋颜 旋颅穴 第六个穴位就是我们这个旋理穴 旋理穴也是清热 胶肿 善于止痛 震肝西风 主制也是耳鸣 耳聋 牙痛 头痛 寻晕 食欲不振 三大神经痛 一般按摩 手法是点按法 和推 那个 那个推 指推法 我们也是评测 0.5到0.8寸 局部会出现伤痛 就爱揪 爱调揪的话也是5到10分钟 精确定位也是在 跟刚才是一样的 取却 就是也是头围穴 头围穴跟我们驱兵穴 连线 做一个弧性的话 就上三 四分之三和下三 四分之一交接点 就是我们这个旋理穴 先就是也是 三秒钟取却也是 这个取却的方法 现在就是第七个穴位 就刚才讲的驱兵穴 驱兵穴的话 有那个 有那个 心热 止痛 活血通落 化痰开窍 偏头痛 牙痛 头眼歪斜 颈向疼痛 不得回复 事物模糊 都可以用这个穴位 所以就说 这个都是开窍醒神 开窍醒神的话 就主要就是 我们也就是一般的中风的患者 用的比较多 这些穴位 就是干 这个穴位是用的比较多的 一般点按 按摩手法是点按法 和止推法 都是屏次 0.5到0.8 0.5到0.8 0.5到0.5 0.5 这个人都不包很漂亮 手机抢 开 揪法的话 有间接揪法 就是一般 3到5状 爱调揪的话 是5到10分钟 精确定位 也是我们头部 就是我们先找到 我们的耳朵 那个冰角 发迹 冰角发迹后圆 这个冰角发迹后圆 这个冰角发迹后圆 由我们的耳尖的焦点 耳尖这个耳尖 焦点处 就是我们的 耳尖 就是我们的趋冰穴 上表曲穴 在我们的耳前冰角 发迹后圆 做一个垂直线 就我们的耳尖 水平的焦点处 就是我们的趋冰穴 第八个穴位 就是我们的 帅骨 帅骨的话 有震肝吸风 活血通落 化痰开窍 只要治疗 头痛 悬晕 三家神经痛 小儿清风 就是胃寒 嘔吐 都可以用这个穴位 一般我们点按法 和指推法 就是瓶尺 瓶尺是 0.5到0.8寸 局部的双状 可以 扩散到我们的 捏布 头部 一般的爱揪 的话呢 就是 爱条揪 的话是 5到10分钟 清晰 因为在我们头部 就在我们耳尖 上发剂 1.5寸 就是这个耳尖 上发剂 1.5寸 我们现在找到我们 找到我们 那个脚伸穴 去上凉痕 这个脚伸穴 就在这个地方 上凉痕 就是我们的 帅骨穴 第九个穴位 是天中穴 天中穴 也是 清热 消肿啊 破胆 开窍啊 清 吹风止痛啊 组织来 头痛啊 寻晕啊 耳鸣啊 癫痫啊 呕吐啊 牙齦 肿痛啊 按摩手法 是点按法 扭法 止推法 还有一个磨法 一般都 这个头部的穴位 基本上 我们都是瓶刺 因为我们大家 可以摸一下 就是摸一下 下面就是 没有肌肉的 摸一下 就是皮下 皮下 皮下 身体 这个就底下 就是大概 肌肉很少的 就是 可能摸下去 就是 底下就是骨头 所以我们 基本上是 平刺 不会直刺 间接 就是说 揪法 就是间接揪 一般的三到五装 二条揪 一般的五到十分钟 清确定位 也是在头部 我们现在找到 耳根后圆 这个耳根后圆 入发际 就是两寸 耳根后圆 也就是 这个三描冲曲蟹 也是这两个耳根后圆 直上发际 三横指 其实就是我们 这个三横指 就是我们的天空穴 十个穴位 叫 浮白穴 浮白穴 是我们以 清热泄火 笔气散结 止痛开窍 主治的就是 头痛啊 颈向痛啊 胸痛啊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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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肢 偏瘫 一般我们点按法 揉法 指推法 磨法 一般都是 平次 刚才跟大家 都是讲的是平次 我们就 精确定位 都是在 精确定位 在头部 现在我们要 先找到的乳突 我们的乳突 乳突后上方 这个就是我们的乳突 后上方 就是可以摸到我们的 天空穴 天空穴以后 与我们的顽骨穴 划一个弧度 划一个弧度 顽骨穴 一个弧度 就是我们这个 一个弧度 就是我们这个 上 上三分之一 和下 这个下三分之二 就是我们的 五白穴 第四个弧度 第四个弧度 那个 头胶穴 头胶穴 它也是 清肝泻火 从耳开窍 通落 止痛 组织呢 也是头痛啊 目瞬啊 癫痫啊 口眼歪斜 耳鸣啊 耳聋啊 耻痛啊 口骨啊 这都是 我们都是 点按法 揉法 止推法 这些穴位 一般的话 就是 精确定位 也是在头部 就是我们先 找到我们的 鲁秃 后上方 的天空穴 和顽骨穴 做一个弧度 上三分之一 和下三分之二 的交接点 就是我们的 天叫 天叫音 三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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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种 也是要找到 这个穴位 做一个弧度 就是三分之一 顽骨 顽骨穴内 的化来 去通落 去血 泥绳 品干 西风 组织呢 就是我们头痛啊 耳鸣啊 耳聋啊 失眠啊 失语啊 三线炎啊 这个穴位都可以 治疗 就是例如 就是我们 有些 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 我碰到一个患者啊 一个就是也是一个 腮腺炎 腮腺炎的话呢 就是我们 我 我是采用是 针灸啊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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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零年五到零零八分 他逐渐 那个小孩 吃了以后的话 就是大概三天以后啊 就好了 一般的 我也可以 就是说自己拿了爱揪 也可以揪一揪 这个西班的 这个 腮腺炎的话 一般的是 小孩 得的比较多一点 好 精确定位呢 是 在头部 耳 就是说我们的 耳后 颅图下方有一个凹陷处 就是 颅图 有一个凹陷处 就是我们的那个 顽骨穴 也就是 觉得 耳后下方 可以摸 摸到明显一个凸起 后方下的一个凹陷处 就是啊 我们的 顽骨穴 第 第三个穴位 本神穴 本神穴 是 瓶肝 吸风 化痰 开窍 安神 止痛 主制呢 就是头晕 头痛啊 寻晕啊 颈向强 强疾啊 癫痫啊 中风啊 小儿精风啊 一般的点按法 揉法 止推法 魔法 一般的话呢 我们 都是 刚才跟究的刺法 都是平字 一般我们是选 一寸 一寸的 一寸的刺 一般是冰点 5到008升 啊 都是 3寸 精确地位 也是在我们头部啊 前发季 这个前发季 0.5寸 头正中线 捧开 就是我们这个 头正中线 捧开啊 3寸 啊 就是 也是正座位啊 就是我们啊 发季的 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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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个穴位呢 就是我们的 阳白穴 阳白穴的话 啊 脂肝 捕腎 去风 画湿 清头 明目 也直到我 头 一般的头部的话 就是这些穴位 都有啊 治疗头痛啊 啊 悬晕啊 挺香疼痛啊 很痛啊 眼眸消痒啊 啊 一般头部的穴位 都可以有这些啊 头痛 头痛 悬晕 这些啊 治疗的作用 一般按摩 按摩手法 点按法 揉法 指推法 摸法 一般的 也是平次啊 选择那个 一寸的针 平次 0.8到0.5 到0.8寸 清晰力后 在我们的头 头部啊 就在我们 眉 上一 上一寸 就是 我们的 瞳孔直上 这个是我们 瞳孔直上啊 就是啊 我们的 阳白穴 一般 就是说 三秒钟取穴的话 正座位 就是两只眼睛 平 平次 前方啊 这个眉宫的 中点 往上啊 一横指 就是我们的 啊 阳白穴 第十五个穴位呢 是啊 头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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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它有 去风啊 散寒 化湿通落 正干 明目 这个功效 主要也是 头痛啊 目悬 目吃 肿痛 耳鸣啊 耳聋啊 鼻痘炎啊 这个穴位 都可以 一般的我们是 选择点按法 揉法 推法 一般的 平次 0.5到 0.8寸 啊 揪的话 是5到 5到10分钟 啊 请确定位的话 就在我们的 前发际 啊 前发际上 啊 0.5寸 那个瞳孔直上 就是我们这里看到啊 瞳孔直上 啊 就是我们的啊 投灵区 第第16个穴位是啊 木窗穴 木窗穴的话 那个清热消肿 明目开窍 啊 善于齿痛 乳之类 头痛啊 木寻啊 小儿清风啊 啊 白肋障啊 啊 面目 胡肿啊 啊 近视啊 都可以用这个穴位 一般的话 点 像你们老年人的话 啊 这个穴位经常可以 拍一拍 按一样 啊 对你们的视力 也有好处 一般点是按法 揉法 指推法 摸法 啊 尽确定位是在头部啊 前发际啊 1.5寸 瞳孔直上 这个瞳孔直上啊 就说正确多位的话 都是平质 从四眉 我们的眉目啊 直上 录我们的前发际 两指 第第十七个穴位啊 一穴正银穴 正银穴是啊 瓶干 浅阳 清热 消肿 调痰 通落 主要是 也是我们头 头痛的 头部的一些 头痛啊 头部的一些疾病 头痛 头晕啊 目视 腫肿啊 目视 肿痛啊 面目 面目 腫肿啊 目视 肿痛啊 悬晕 呕吐啊 一般的都是选择 点按法 揉法 推法 这些 手法 一般的也都是 评测 爱揪 一般是爱 爱调揪 到十分钟 也是我们头部的前发剂 前发剂上 2.5寸 这个瞳孔直上 2.5寸 直上 就是前发剂 2.5寸 一般我们也可以先找到百慧穴 百慧穴 百慧穴就是我们两个耳间 连线 与 正中线 两耳 耳间的连线 与正中线 正中线交叉的 中点 就是我们的百慧穴 百慧穴的话 就是 就在百慧穴 减 点自一个水平线 再往下摸 就是我们木充穴 做一个直线 两个线的点点 就是我们的阵营穴 现在18个穴 18个穴 是陈灵穴 陈灵穴 划来 瓶肝 浅阳 凉血 止痛 通 通落止痛 组织的头痛 一般都是头部的一些疾病 头痛 目熏 目痛 风寒 鼻塞 都可以用这个穴位 我们一般的点二把推法 楼法 这个手法 一般的话 精确定位的也在头部 也在前发肌四寸 同工之上 也是我们先找到百慧穴 百慧穴前 一横指的水平线 再到墓室 做一个平均交叉点 就是我们的陈灵穴 第九个穴位 是老空穴 老空穴 这个穴位 也是对我们中风的患者 是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一般都是皮肝细风 寝神开窍 轻热止痛 主要头痛 癫痫 寻晕 感冒 生热 颈相痛 都可以 一类五星际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穴位 精确定位 也在头部 就是我们也横平摸下 我们的外壳 屠龙 先摸一下这个枕 屠龙 上缘 我们再找一个 这个风尺穴 风尺穴 再摸摸摸上去 就是一个风尺穴 上面举位 后老勺的最高谷 上缘摸中有一个 凹陷处 就是我们的老空穴 风尺穴 风尺穴 就是平 平肝 浅风 悬肺 风窍 消枢 止痛 一般的话 我们 就发热 头痛 失眠 耳鸣 耳聋 落 肩 痛 这个穴位 中风患者 我们也是用的 比较多的 风尺穴 一般的话 金穴定位 在我后老手区 整骨 直下 凶手乳突击 和上当 与斜方机 交点的凹陷处 就是我们的风尺穴 一般的话 腿穴的话 正座 后老鼓 两条 大筋 上面一摸 有一个凹陷处 与我们的耳朵 成一个 垂冰线 就是我们的风尺穴 现在跟大家 只讲二十个穴位 下次再讲二十个穴位 下次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提出来 彭老师不好意思 麻烦你第一张 或者第一 第二个穴位 再发一遍 好吗 嗯 到了 第一个穴 第二个穴位 嗯 我想问您啊 就是说您今天讲的这些穴位 全部是在脸上头上 耳朵后面 那么 就是说 如果用手 按摩或者点 点按法 这个可能不太会要紧 但是如果用 自己用证据来试 或者说 挨揪 是不是 没弄好会有危险吧 这个不会 不会啊 不会 不会的 这不会 不会的 但是他们说 不说耳朵后面有一个穴位 好像不知道怎么一碰 可能会有危险 就是说你们的亚门穴不要碰吗 亚门穴在哪里 亚门穴是在我们的毒麦上面的 亚门穴穴就是你们的力量不要去碰 有些人的话碰砸得不好的话 可以夹到那个老嘴 那个脊柱 脊椎 所以建议 你能不能再 再指一下在哪里 我现在给你们找 在毒麦上 你稍微等一下 好的 就这个血鬼 就这个血鬼 阳门 看见没有 哦 雅門 都賣第十五 哦 這個地方 嗯 那麼矮哥後面 脖子頸脖子上頭那裡沒有什麼危險 就這個地方 就是你這個地方的話 你們盡量少去紮 因為它這個 因為它這個地方的話 因為它這個結構 結構位置啊 因為它們紮的話 可以紮到我們的老髓 老髓的話 如果是紮得不好的話 它可以 說不了話的 和詩語的 哦 怪不得叫雅門哦 那雅門可以按摩跟愛揪都沒問題 就是刺的話就是要 就是這意你們不要用針揪刺 就是你看我們這裡寫了嗎 揪 哦 不予揪 對 不予揪啊 不能揪 哦 不予揪 哦 那麼也就說 那就是寫刺 哦 哦 哦 那麼也就說那個 耳朵後面沒有什麼 危險的 是吧 耳朵後面 耳朵後面的話 就是說你們 你 扎的話 就是說你們盡量 我們選一寸的針嘛 就是你再扎的針的話 它也只有一寸嘛 就是我們上面都不是寫的都是0.5到0.8吋嘛 所以呢 一寸就是一個手指 對吧 不是 我們的銀針有一寸的針 哦 一寸的針 哦 有一寸 有一寸 有一點五寸 有兩寸 兩點五寸 三寸 哦 好 所以你們就選一寸的針 一般你把它刷上去 大家不會超過這個針的針的嗎 知道吧 那彭老師我問個問題 像上次講的 二十來個學位 功效跟組織都差不多 對吧 都相似相似 就差不多就這幾個病 這幾個功效 但是如果我治療 或者是保健 你用什麼方法 它上面有三種方法 一個按摩 一個揪 一個刺 如果是治療 是刺法 對吧 保健是按摩跟揪 嗯 對 是這麼說嗎 就說你有時候我們治療 也可以用愛揪揪的 哦 就是說針制肯定是治療方法 不是保健方法 對吧 就急症的時候可以吃 就是我們一如 就說 有治慢性疾病啊 都可以用針 都可以愛揪 都可以 一般的話 你說按摩的話 就算保健用的比較多的 按摩 按摩是保健主要 按摩是保健主要 對法跟修法 可保健 可治療 好 啊 那如果說按摩呢 按摩多少下 或者按摩幾分鐘 為比較適宜呢 一般的話 你我們按摩的 按摩手法的話 就是啊 也就是有些人的話 他 因為我們要用 巧勁 不要用很大的勁 去按摩 一般的話 我們是按摩 十分鐘到十五分鐘 比個穴位的吧 對對對 輕輕按 不要說很大勁 去按按按按的話 反而對影響很大 那有時候不是那個穴位 他那個那個那個 科研你也寫了 什麼酸臟酸痛素即是 按到這裡一般都不會按得很輕 對吧 開了幾下 肯定按得很輕 就是建議大家的話 用巧勁嘛 不要就是說 用很大的勁去按按按按按 那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刺 刺到了0.5 或者說 他只刺0.5到0.8吋 你刺到這麼點長度 你真的要保留多長時間 保留啊 一般的話 我們保留的話 保留最長的話是20分鐘 好 嗯 那個針灸的話 啊 一般的話 小兒的話 就是 我們如果砸小孩子的話 就砸進去 馬上就 拔出來 哦 多大的小孩 幾歲以下小孩 一般的話 一般的話我們是要三歲以上的才砸的 啊 反正以下的話 我們盡量就用推 推法 揉法 這些東西 嗯 揪法 啊 揪法 他這裡說10到20分鐘 比如說你揪這個穴位有揪感的話 而且揪感比較強烈 呃 開始肯定是不舒服 有人說就是揪 揪到你覺得沒有不舒服了 就再不揪再停止 這樣可以嗎 不是按照什麼 5到10分鐘 10到20分鐘 這裡揪 你揪了這裡不舒服 這個是愛條揪嗎 愛條揪 可以 愛條揪 這個揪 那個愛條是放的很遠的嗎 是不是 有一兩層 一般的話 我們是10到10 倒是兩 大概是10個厘米 就揪的嗎 折的遠嗎 那所以時間的話 就到10分鐘 他的熱感直接進去了嗎 那不用揪到你沒有 感覺沒有不舒服了 那那天那個人說 一直揪一直揪 有的地方你肯定是 比如說是阿斯穴 你肯定是痛的地方 揪上去有揪感 而且挺強烈的 然後呢 一直時間到了就不揪了 一般搭 揪一個穴位不宜超過 揪一個穴位8分鐘 我建議就說 你們有時候怕燙傷的話 有個揪盒 揪盒 我今天忘記了 可以帶 反正我會帶個揪盒給你們看一下 有兩個揪盒的 那我下次講過 把那個揪盒給 帶給你們看一下 揪盒就比較平均 就燃燃燒完了 就OK了 對吧 他揪盒放上面去的話 他燃燒 他也不會燙傷 你又不會對你有 怎麼影響燙傷這些東西 都不會 我到時候 下一個課給你們講 拿個揪盒 像我老婆腰痛的話 我就用那個揪盒給他揪 讓他自己 مع尿UP 揪 energy 軟AL 我跟他揪 揪個揪盒 揪盒盒 揪揪盒關 穴位啊知道这个针在哪地方扎你就能去扎的 因为每一个病例他要望闻问切 那医生要综合好多的内容才能去扎针灸 扎针灸呢也是那个手法也有好多种 就根据这个病人的病情和身体的状况去掌握的 不是说你一问老师说 这个扎到哪儿扎几针扎什么多长时间 你就可以去扎千万不要这样盲壮的去行为 那一个医生的四五年的功夫 不是说这学了这个穴位 承承老师说的很对啊 对我们 承承老师你说的很对啊 这是要注意的 我不是主张你们去扎针灸 我就是说你们针灸尽量就不要去扎 对我们自己不可以这样 不是我都要以这个方法 就是说这个穴位可以深究可以爱究 对我对他问了好多东西 我有点担心 你知道吗 对对对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经络呢 谁关掉 谁关一下 谁关一下 OK 我就是为什么我要跟那个老师提出来 我们要学这个经络呢 就是说我们掌握了这些经络呢 就知道怎么样去 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每天早上 那个金丛老师带着我们去拍打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原理 这个经络是怎么样的走行的 就让我们有一个初步的概念 你每次都是问那么那么就是真怎么扎 扎什么样的停留多长时间 不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这每一个人的病例 每一个人的身体的状况都是不同的 没有一个医生拿起来 就把这按照规律去扎什么样的去 他一定要辨证才能失智的 我不知道彭医生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这样的说法 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 反正因为我也是 我不学中医啊 但是也学过这个我们也有这个课 但是很早很早很多年以前已经忘个差不多 所以现在是复习 但是我听了这个朋友的问法 我觉得就是说你问的这么样详细 我有点担心你是不是要去扎 过度担忧了 我跟你们 他问这个问题的话 我只是告诉他有这个概念 进去概念 就说他扎针灸 有时候他可能去中医馆去扎针灸 他可以就说有些懂得中医的话 他一般的话有些扎针灸 有个针灸有一个 一般的就说例如他有长期经验的 五到十年的针灸医生 跟刚学的初学的针灸的话 他是扎针的手法很是有区别的 一般的我们有 在扎针灸的话 有补屑的一个手法在里面的 就是我现在告诉你们的概念的话 就是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穴位可以扎针灸 可以爱揪可以按摩 不是说就告诉你们的话 就说只告诉你们 这种三种手法可以 对这个穴位的一些治疗 大概去了解 我们要说主张要你们去扎针 就是建议你们不要去 主张去扎 但是说头 就是说我尽量就说 你们四肢的穴位扎 什么去扎都没有关系 但是其他的头部啊四肢啊 就尽量去扎 告诉你们就是这个问题 四肢的话你扎什么都没有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的啊 就是不会影响你们任何一个问题 因为就是说你们初学者的话 扎头部啊 或扎胸部啊 扎背 像例如你们背部的一些穴位 扎得不好的话 例如你在扎多脉的一些穴位 我就怕你们扎的有时候 会省上我们的积水 这些问题 所以我没主张说 要你们去扎这些针 就是我只告诉你 有这个手法 包括筋诺 对不是彭医生 不是不是你的问题 我就是说 那个特别是在我们加拿大哈 针灸这个是属于治疗手段 没有牌照是不可以去扎的 就是告诉你们 就是说有这个手法 对对对 这个了解 但是如果你了解的话 就是说你了解说留针多长时间 我会给你讲留针大概 最长的话我们是留针20分钟 有些人的话 像病种的话 种的话我们有留置30分钟 一个小时的都有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明白 现在我把这个东西 跟大家再重复的说一下 就是说大家就 因为你初学者的话 尽量就是不要去碰这些 杂针灸这个情况 就是我告诉你四肢可以去扎 但是说头部 包括那些问题 还是信任不要去扎 跟大家说一下 明白吧 再一个就是说 你们也刚初学者 也没有 没有那个 一旦出现问题的话 倒是你们也 也很难承担这个问题 所以就说 我只告诉你们 就这个东西 但是说我建议 因为我讲的是养生 不是要你们去治病 我这课程是 讲的是养生这一块的 就是你们自己 自己的话 就是也去 给自己有些按摩 就是你有时候 有些人的话 就可能觉得这个东西 想跟家人去扎 但是说 你要跟家人扎的话 自己的家人去扎的话 尽量就不要去扎头部 就是我只跟你们说 只能就是你们初学者 可以扎四肢 四肢的穴位 你都可以去扎 影响不大 好吧 蒙医生在加拿大 是不允许的 就说有些人的话 有些人的话 他会想的话 我跟自己的家里边扎 就可以有些人 可以去扎 但是说有些人的话 我建议就是说 你们不要去扎吧 好吧 反正就是我讲的 这个东西 告诉你大家吧 反正你问的知识 我会跟你们说 知识点会说 好吧 蒙医生 我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您 就是拍打和按柔 就是我们自己保健 刚才您说的很对 您讲这些课 就是为了保健 不是让我们去治病 我们要保健 我就想请教您的一个问题 就是拍打和按柔 平常我们对这些穴位 是拍打还是按柔呢 这两个区别是什么 如果说你们是去拍打 拍打的话 就是它属于机法 我们的按摩手法 是属于机法 机法的话 就是通过 就是说一些 我们通过有些 通过那个小锤子 或者什么牛角酥 这些牛角酥东西 它顶到个穴位 击打的话 它是刺激穴位 来达到一个养生 或者治疗的一个效果 但是说你像我们按摩手法的话 按摩手法 就是说例如我们的按法 按法的话 它是要按一段时间 再把它分 把它那个松开 特别是我们用按法的话 有时候 拿到你的一个 就是这个血管 按的时间长了 它赶快 有个血流快速流通的一个作用 达到一个 治疗或者保健的一个作用 就说一个 我们的按摩手法的话 就是按摩揉法呀 它也是把我们的肌肉 或者淤堵的地方 通过我们这些手法来 达到一个 苏金通落的一个作用 或者活血 就消穴 止通的一个作用 主要是 这个目的在这 我的观点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道理 我觉得拍打吧 是顺着一条经络来拍打 然后得说 我拍胳膊 就是上上下下的 能拍 就是起点 一个经络的起点在哪呢 就顺着那个 拍 就是 就是是补 然后逆着拍 就是谢 不是不是 顺着经络拍 顺着经络拍是补 是吧 逆着经络拍是谢 像这个吧 我上次讲课讲到了 现在我就是说 拍打和按摩的区别 是不是 拍打的时候 是按照经络来拍打 经络或者是 从上往下 还是从下往下 是按照经络拍打好 然后按摩呢 就是对穴位来进行按摩 是不是这样用这种方法比较合适呢 就是刚才跟你讲了 他话也有就是从一个穴位上来讲 没讲经络上面来讲 是那个逆打的方法 但是说你这个柔 这些柔法案法 它是针对一个一个的穴位来做的 但是你就你那个拍打 它是就是拍跟我们那个击打方法 是两个不同的一个 那个方法来的 一般你现在很 你们现在就说包括国内啊 很多国外啊 很多一个老师说 拍打击打 它是它通过就是我们击打 就是它大面积的拍 我们的皮球肌肉 它是达到一个 也是一个消肿止痛的作用 跟我们 我刚才跟你讲的两个是不一样的 哦 明白吗 我说的不是击打 就是用手掌拍 就是吧 这个是拍嘛 我这个也是 它也属于击打的一个 一种 一种嘛 但是说你这个是大面积的击打嘛 我是单独的 刚才讲的是一个穴位的一个击打 呃 但是就是你常面对的话 按这个击打的话 就是大部分就是大部分 你像一个手拍的话 可能拍到两到三个穴位 或甚至到四五个穴位 都可能拍到的 像如果说你拍头部的话 头部的轻轻的拍打的话 可能拍到四五个穴位 也可能拍得到的 这个就是说你是大面积的拍 一些穴位 跟小面积的穴位 进行拍打的话 是不一样的 治疗的效果也不是不一样 或者保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说你 大面积的拍打 大面积的拍打的话 它是大 就是例如它是 我们现在讲的是点 你刚才点跟面的一个关系 在哪里的 就是拍打的话 是面的这一边拍打 但是我讲的是为这个按摩的点 楼 这个是 这是个点 对点的一个治疗的效果 或者保健的效果 它就是这两个区别 点跟面的一个 那就我们来讲 就是保健 不是说治疗的话 那我们平时是 按 按柔一般的穴位好呢 还是拍打一般的穴位好呢 好像说三阴焦啊 还是曲齿啊等等 这些关键 关元呀 内关呀等等 这些比较重要的穴位 我们是拍打好呢 还是按柔好呢 如果说按那个养生的方面来讲的话 是按的比较好 哦 知道吧 因为我们跟你讲的话 就是我们一个穴位 就打比方像一个球一样的 你看你拍打的话 你拍到那个点啊 就是它接触的面积比较大嘛 一个球 对吧 因为我们要这个穴位的话 是一个点 就是一个小小的点 就是我们看到 你扯一看一个灯就煮的话 就是一个点 不是一个面 它又生长的话 为什么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要扎 一寸一点五寸 才能达到这个穴位 有些的话的话 就会0.3寸什么东西 它就 那为什么要这个寸的 才能达到这个穴位 有些 就是说你拍打的话 只是到那个我们在击打的测试 要终的话 你可能到真皮疹的肌肉上层 这是击打 就是你拍的时候击打 但是说你用过我们点按法 就点按法呀 它可能到我们的肌肉的深层 你可以试一试 这个就是说 它的按摩的就是效果 那就是不一样的 就治疗效果 保健效果不一样 我就用点按法会柔法 这个它的深层 比较层次比较深一点 但是你的拍打 就是拍打的话 它那个层次是比较浅一点 但是说在 就是我这两个的一个 两个的一个区别在这里 OK 拍打是一个面积 是比较表面的 按揉的是一个点 是比较深的 是吧 对对对 深层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 保健的方式很多 后面说做发断锦 做太极拳 还有战装呀 还有冥想呀 等等等等 好多种保健方法 我就想了解一下 就是战装和冥想 就是你看战装也是静静的 冥想也是静静的 您觉得哪种方法比较好呢 就是你说按摩手法 战装手法 不是跟 我的意思 按摩的手法 就刚才问的是拍打和暗揉 这个刚才呢 您讲的 您讲的很清楚 我已经理解了 我现在问的是另外一种保健的方法 因为有朋友给推荐战装 有朋友给推荐冥想 我不知道该 平时你不可能都做 对吧 你也没时间 而且也没必要 就是你看像战装吧 跟冥想 它都是静静的 一个是静静的站着 一个是静静的坐着 那这两种保健方法 您觉得哪一种比较好呢 其实就是说你战装 战装的话 也是一个 我建议就是你想的比较好点 因为它这个是修心 哦 那战装呢 战装的作用是什么 它战装的话 它是战装通过我们的战装的话 它是走气 气体在身体的流动 它就是说 冥想是修心 您说太好了 它修心 就是做到了冥想 就是说例如我们冥想的话 它是想着 或者想一个苹果 一个香蕉 老是想着这个东西 把心 修 心绳 修入我们的心 但是战装的话 它战装的话 它是气体的流动 它也是 也是静着嘛 它是整个身体的气 气血在流动 两个不同的一个方法 那具体来讲 就是说 他们是老年人吧 很容易肚胀 消化不良 还有大便 干燥啊 等等的 我倒没有这些现象 就是肚胀这个是经常的 但是倒是其他倒没有什么 那就作为这个来讲 作为这种现象来讲 您觉得是 冥想合适呢 还是战装呢 要是刑气的话 那还是战装 比较 适合 对吧 如果肚子胀胀的 是 或者是 就是上火 下寒的那种 气不往下走的 那针对这种体制的话 是不是战装比冥想 更合适呢 这个是战装比较好一点 因为是刑气的 对吧 您觉得什么 特别说 上火下寒的这种体制 还有其他的 战装适合 什么样的人呢 适合什么体制的人 冥想适合什么体制的人 是不是心脏不太好的 就适合冥想呢 因为是修心的 如果说关节不太好的 是不是就适合战装呢 因为是刑气的 我理解的很浅的 我不知道说的 对不对 就是向您请教 什么样的体制适合冥想 什么样的体制适合战装呢 这个就是说冥想的这一块 因为它是 冥想就是做 做静坐嘛 静坐的话 它是把泥绳到我们的心 心的话 就是说你 例如打比方我们心脏不好的人 可以用 采用那个冥想的一个 修身养性的一个手法 就是保健方法 还有一个就是说 例如 还有一些就是 精神状态不好的人 就是做噩梦 做梦 晚上做梦 休息不好的人 休息不好的人 也可以用冥想 还有一个就是说 例如 就是说打比方 就是说例如像 还精神 精神疾病的 也可以用的 例如像有些精神 抑郁症啊 这些人 可以用这个 来修心 养性 这个也可以 这是 这些疾病都可以 放精神疾病都可以用 这个 就是站桩的话 站桩的话 站桩的话 就是我们是通过 有些人 有些人采用土辣呀 利用我们气血 进入丹田 啊 气血在身体的流动 他是想着一个 气血的流动 气血流动的话 他是 因为我们 脾胃功能不好的话 都是气 气血虚嘛 气血虚的话 他通过我们 调度带动气血 全身的气血 活动的话 他对脾胃啊 包括我们的 肠道的流动啊 他都有 效果都比较好一些 这个方法 可以选择 例如就说 比较 那些比较 淤煮的人 我们可以采用 气血流动的 一个方法 站桩 调度我们的气血 这个是采用 这种方法 可以效果比较好一点 反正就是气血 我还有一个 就是弄的不太明白的问题 就是冥想跟站桩 在做冥想的时候呢 是心里想一个好的意念好呢 还是排空所有的意念 就什么都不想好呢 因为你们冥想的话 老师会教你们 想一个苹果 或者想一个什么东西 足强到某一个点 有个老师说 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排空脑子 什么都不要想 这个 这个跟你讲 这个是很难做得到的 很难做到 是的 真的很难做得到 你可以 就是说我们 他这个老师也是说 一般的话 我们就会想一个苹果 想一个香蕉之类的 一个水果之类的 为什么会想到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 见到 对吧 你想其他东西 反而想得不好 对吗 容易就是想个固体的东西 不容易 对 你想一个苹果 你看苹果的话 你闭上眼睛 就可以想得到 这个苹果 大概什么样子 什么红色的 什么青色的 因为我们经常见的 例如 你要想到一个太空 一个地球是什么样子 那你没见过 你没摸过 你肯定 想得越小越深 是不是 反而对你的身体 反而不好 您说的有道理 在一个站状 站着的时候 后面说 你肚子胀 或者是哪个关节不好 你站着的时候 你是不是集中意念 想着你的肚子 要在运气 或者想着你的关节 要通畅 你是有这样站着 我说的 在站着的时候 你是有这样的意念好呢 还是什么都不想好呢 这个要有意念 要这个要有意念 这个要想着 要有意念 对 有意念就是 想着这个肚子的气 再顺 再顺下去 或者什么的 就有这种意念更好 就是说哪疼 哪痒的话呢 你就想着 这个地方会好的呀 现在气血流通 你集中在这一点上想 这个对站状来讲 效果比较好 是吧 对对对 好的 冥想呢 就这样 就是不要有杂念 集中想一个东西 就是 就是这样更好 OK 好了 耽误您时间了 谢谢您 您说的这个是第一次听到 就是冥想是修心的 站状是行气的 原来也都想着 都是静静的 养生修心的 看来还是有区别的 站状的确是行气的 谢谢您 哦 没事 但是 陈医生我想问 刚刚 你们谈到那个 站状 是不是 就是说 就有点像 马步一样的 是吧 站状的方法 有很多 有些人直接站立 直立 他也属于站状 就四肢船的放声 就站在那里 脸朝太阳 他也属于站状的一种 还有 有些 有些学武的 一样的站状 也就是说 他成为 做假 做凳子那种 他也是一种站状 哦 那么 那么 您做站状的时候 是不是 从头 从脑袋开始 静下来 一直到脚 然后再回到肚子 就是说 最后 结束的时候 是不是收 就是说 把两个手 把那个气 结束在那个肚脐眼上 估在肚脐眼上 肚脐眼上 就是我们的丹田嘛 就是我们的官员血上 对 是不是这样 就说脑袋放空 然后就 就从头 想到脚 然后再回到肚子 是不是这样 嗯 这个是按 那个养生的话 那个站状 那个想法 是这样子来讲的 放在地质丹田嘛 然后冥想就是 其实就是坐在那里 然后 想着一个东西嘛 想一个东西嘛 啊 就是说 人放松 嗯 然后是坐在那里 是吧 硬坐嘛 是不是要盘腿啊 嗯 就是盘腿 是要盘腿坐在那里 去放松嘛 转身肌肉放松嘛 就是这个 但是你盘腿坐在那里 我反而觉得 因为你盘腿的时候 你这个 大腿或者小腿 不是压在那里 就是有点紧张了 并没有放松嘛 如果就自然坐着 反而放松吧 你这个坐了冥想以后 你就全身都放松了 你不感觉坐在那里累的 可以坐着实 有些人的话 就作为 你像看下 很多寺庙里的和山 他可以坐一天 坐几天的 他因为他全部放松了 他想个东西 他不会 不会想到这个腿泪啊 什么气血流动的东西 他没有的 就很自然的想好的东西 因为你全部 全身放松了 他就不会感觉 这个脚什么东西 不会的 他气血还是在流动的 身体气血还是流动 因为我们就说 初学者 你坐时间长了 可能就冥想想了东西 老是想这个 苹果的话 可能想的时间 想不得分神 他就感觉 因为他就说 他有冥想他时间 到一段时间的话 他就不感觉了 你就想那个 好的 谢谢 好 我们还给四分钟吧 十点四十号 好吧 没有人有问题的话 再问一个 您觉得 彭大夫 您觉得 泡脚的 什么样的人适合泡脚 适合什么体质 泡脚啊 泡脚是属于一个 也是属于养生 你看泡脚 你还用什么 你就是用清水泡脚 还是用药物来泡脚 它有不同的 就是一般的保健了 一般的保健的话 有些人一般保健 我也有用 或者用其他的药物来泡啊 都有啊 有些人的话 就是我就是泡个脚 就是用清水泡啊 那你就说 你选择的材料不一样 它的对身体的治疗 也是不一样的 例如我们就说 就日夜用开水 大概是我们选择 水的话 大概是38度到42度这样子吧 水去泡 泡脚的话 但是你泡 你泡的话 它只是把我们的气 那个整体 这个气血流动 通过热量嘛 把气血流动的话 达到一个出汗 出汗的一个效果 是吧 把那个 有些人身体 浊气比较重的 湿气比较重的 它就可以排出体外 但是说你用药物 例如有些人用药物 有一些用盐泡 有一些用 那个茶叶泡脚 还有用艾丘泡脚 有一亩草加生姜泡脏 等等等等 各种的药物泡脚 它的治疗效果就不一样的 它的效果也不一样的 是吧 就是上火下烦的体制 例如打比方 我们有些人用 艾脚 艾液来泡脚 它是通筋活络 就是你要通我们整体的身体 通筋活络的一个效果 去风寒 去这些东西都可以 有些人就是采用 例如有些人的话 就是去些脉管炎 脉管炎的话 我们就有些人 就采用药物 其他的一些药物来泡脚 还有些中风 还有最中风的人 我们会开一些 也是开一些 输精活络的药物 家中药泡的 也是有种 它有治的中风 所以就不同一样的 就是所以就说 转对泡脚的话 就是治疗效果 你要看怎么来用 那上火下寒的人 适合用什么泡脚呢 你上火 上就是上火 上火下寒 上面上火吃点凉东西 就难受 但是上面上火 下边是喊的 脚老是冰凉 那这样的用什么泡脚好呢 那个就是你最好 就是可以用用爱业 爱丘 爱业泡脚 好的 谢谢您 还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好 黄医生辛苦了 谢谢您 没事 没事 好 就这样吧 我们一起下见了 谢谢黄医生 谢谢